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人来作为自己做这个行业的一个标准的这样的一个地位 如果是艺人的话 我觉得他应该作为他的表演的专业 然后他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在工艺上的表现 还有其他的很多综合作为年轻人的喜欢的偶像的代表 都应该综合起来来看 所以这个奖非常的重要 这个荣誉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 一定要长得漂亮 你说太好了 为了长得帅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荧幕 我们揭晓一下2017腾讯视频 星光大赏年度影响力人物荣誉获得者是 请看大荧幕 2017腾讯视频 星光大赏年度影响力人物 帮兵兵兵 兵兵 上台接受荣誉获得兵兵上台接受荣誉 接受荣誉获得者 gods 所以我们分享 谢谢所有今天来现场的所有的朋友们 谢谢腾讯 给了我一个这样的荣誉 谢谢30哥 这个希望今后可以用更多好的作品 然后来回馈所有喜欢我的朋友 拍更多好的角色 希望不会让你们失望 加油 谢谢 谢谢 加油 谢谢彬彬 谢谢 也谢谢郝总 谢谢英总 谢谢 三位请入座 三位入座休息